第五人格胡锦春的电闸门外是否隐藏着逃离庄园的通道呢 那么这期节目龙哥哥就带大家去胡锦春的电闸门外一睹真相 首先我们先来到离海盗船最近的闸门外面去看看 这个闸门背后的通道看着像一个矿洞 龙哥哥在粉丝迷路的帮助下卡出了电闸门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像矿洞的通道到底通往哪里 这个通道比较短前面过不去了 但有一个口有光应该外面有路 总不可能求生者和监管者追逐了半天 打开闸门逃到一个死胡同等着监管者来捉吧 所以如果从剧情上来说这个通道外面肯定有路 只不过我们用卡进来的方式探路求生者是没法爬上去的 所以只好让路头先卡出去再通过路头把握拉出来 出来后可以看到前面是河后面可以看到通道到闸门的样子 所以这个像矿洞的通道其实是通往胡锦春的外盒 龙哥哥觉得庄园的地图虽然多 但庄园真正的出口除了侦探进入庄园的大门外 如果还有一个能逃离庄园的通道 那可能就是胡锦春的水路了 毕竟这河一望无际可能是通往胡锦春的外盒 如果驾船通过外盒 那肯定是可以逃离庄园的范围了 可是这里并没有床 胡锦春海盗船附近的垫闸门外是一条有点像宽洞的通道 这个通道的尽头其实连接的是一片河 那么这个河边没有任何的船只可以离开胡锦春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胡锦春第二个垫闸门外到底通往哪里 还是路头先卡出去 然后再把我的条箱丝拉出去 现在已经到了闸门的外面 这个通道两边有断开的护栏缺口 但是这个缺口是跑不回胡锦春的 通道尽头的河边有条小床 但求生者无法靠近 需要路头卡过去后 再把求生者拉到小床边 虚然被拉过来后 条箱丝和路头合体了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不能动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仔细的观察小床的样子 发现小床已经被破坏了 如果这床还能行驶的话 通过这片河流可能是真的能离开庄园 所以龙哥哥推测 原本胡锦春的外河是可以离开庄园的 但是现在胡锦春一个闸门外没有船 一个闸门外的船被毁了 所以游戏中的求生者 即便逃出了闸门 也会被河拦住 实际上是无法逃出庄园 除非能够自己游出去 但这片水域根本看不到边 没有船自己游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庄园的游戏其实就是个圈套 庄园主不过是在享受监管者 追逐求生者的乐趣罢了 甚至能逃离庄园的地方 要么被关上了 要么交通工具被毁了 求生者想逃离庄园 基本不可能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哦 感谢本期提供线索的粉丝 米露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 感谢本期提供